哈喽各位饭团 欢迎来到思想实验室的特别节目 我是知识长国威 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个特别节目呢 是因为最近范科学在经营上 遇到了几个问题 那这几个问题呢 我们自己老实说还真解决不了 所以说今天请来了助权人 认识很久的好朋友 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范科学到底该不该 认真的经营threats 那threats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叫做脆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要翻译成脆这样子 以及那范科学有没有办法 在YouTube现在在推广的 电商功能上面做得更好呢 只靠这个YouTube的分论 他说还是蛮不够的 我们需要能够把电商做得更好一点 第三个问题是 范科学最近在选题目上 也遇到一些挑战 不知道说要选哪些题目 才能够真正打中大家的心 因此我们今天想就这三个问题 来请教一位专家 隆重欢迎今天的 祝全人欢迎潮网科技的执行长 若晨毅先生 哈喽大家好 这是潮网科技的执行长若晨毅 最近也蛮长开始录影 然后透过YouTube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潮网在做的一些事情 以前我们都觉得要讲究爱爱内含光 然后很多的这些数据的分析应用 我们都觉得好像私底下跟客户讲都行 但现在发现不太一样 那些客户大家会主动接收讯息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好像也必须出来讲 这个以前要请教你的时候 其实你都蛮低调的 对 因为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说 今天把这个请教的过程 直接变成一个节目跟大家分享 那以前的话想要请教你 你都会跟我说 你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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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也不会公开讲 那现在比较愿意公开讲 是为什么 我后来发现说 不管是现在的数据应用 AI的应用很多 它其实蛮重点是在如何落地应用 而不是说闭门造居 把自己的AI练得很强 老世界就会投向你的眼光 那现在其实台湾蛮注重的 其实是落地的运用 就AI像鬼一样 大家听到很多 但实际用的很少 那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多推广 才可以让大家把落地应用给满足 那这一些所谓 我们期待的高深运用的技术 才是后面慢慢的实践 在进入我们今天 三个要请教 这个弱总的话题之前 我要先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这个潮网科技是什么一家公司 然后你为什么会在这个 潮网科技担任执行长工作 创业以来就是一直在潮网 然后其实职位也没有升 大概就是执行长总经理 执行长总经理 职以来就一直没有 也没有升过职 太大的变化 但是同事越变越多 我们从最早五个人到现在 大概大概135个人左右 然后也跨了到马来西亚 日本等等这些海外的市场 这也是拜这个 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 Meta Google的这些大厂 因为他们很快就跨进我们 去做海外的一些据点的布局 据我所知 潮网是获得最多这些 包括Meta Twitter Twitter现在叫XS 各个这种网路公司大厂 资质的一家公司 其实最早一年我们最早开始做ADTEC 就是所谓的广告技术 广告技术就是说我们可以研究一些广告数据 帮大家投放的更精准 这也是后来大家常常比较常说叫做精准行销 大概是这样一件事情 那后来在18年左右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领域 开始在做Matec的领域 Matec 刚才也是AdTech 然后现在用Matec 简单来讲它就是帮忙去处理自己的这些第一方数据跟行销自动化 等一下第一方数据 想要行销自动化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新的名词 简单来讲说以前你可能就是说用一些这种第三方浏览器上面的一些Cookie 大家常常说用Cookie或记录一些浏览行为 小饼干 对对对打开网页 那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以前好像登录过的这张看过页面 浏览过历史记录都会有那一栏有没有 小时候是看到不好的网页 大家可能会把它偷偷删掉 不要让爸妈看到 那个就是Cookie 以前我们都在这上面去做文章 我可以知道说你可能浏览过了汽车网站 你可能浏览过新闻网站 最后你再某某买一双鞋 看起来没有关系 可是我可以在这不同网站里面去找到 原来就是这个Cookie 他会做这样的一个转换 ADTag就是指广告技术这一块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我们事实上自己也常常抱怨 说这个网站是在监听我们 对不对 我们到了这个A网站 逛了一下搜寻一下无人机什么的 然后到B网站 他继续投放无人机的广告给你 到C网站还继续追着你 如鬼魅般的跟随着你这样子 这算是AdTag的一部分 对对对 可是因为就是后来随着 隐私权大概越来越重视 所以像GDPR就是可能欧洲一些数据隐私的这些 保护的这些政策法规越来越严格了 对 所以Google也说好 那以后Qoom会慢慢把Cookie这东西给消失掉 你说在Chrome的浏览器上面 他会慢慢把这个Cookie的备应用 他不帮你追Cookie了 对对 慢慢让你这些第三方的国外公司 他越来越无法透过Cookie去做最终的投放 那你们生意不就完了吗 对所以就要进到Matec 所以我们公司是做这个数据行销有个压力就是你不断的要以时间赛跑 就你每年要更新有一些他就已经淘汰在时代的洪流 就有一些以前做ADTag后来没转进Matec可能就不太行了 那我们是持续有在跟进 所以在1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Matec这件事情 那Matec就是说它是一个叫做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有很多第一方数据 比如说我举例 大家常常会有很多这种订单资料 第一方数据就是说 我自己收集到 我自己有的 比如说像FUN科学 你可能很多会员数据 大家可能会员来你这边登录 可能买过你的东西 上过你的课程 那这些其实他可以重新做整理 你会发现到说有可能同一个会员 他可能去参加你的活动 他也可能会上过你的课程 同时又去买你的东西 但都对生物的相关的这个领域特别有兴趣 所以他你可能就可以用自动化方式 帮他生成一些标签说 这个人原来他这个人就是所谓的生物控 生物控 你可能就是 我怎么感觉好像受控的意思 对对对 那你就可以把这一个的Tag给萃取出来 OK 那你就可以不管是发几讯 发Email给他 或做一些在行销 这些都可以去做 锁定特殊的人群 然后针对这些人群共有这些特色 再提供给他更好的服务 或是产品这样子 更个性化 你其实自己用自己的地方数据 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不一定都要仰赖之前 像A-Lite做Cookie 那为什么需要你们呢 那这个我如果行有余力 我们自己来做就好了 你只要数据少量都没有问题 没有意思是要10行20行拉得完 可是你只要你的品项品类够多 然后你的这个叫做累积的会员数据订单资料 也够多的时候 然后就懒了就不想做 应该你就很难用非自动化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比如你以前也可以手动贴标一个一个慢慢贴 比如我举例啊时间是一个戳记 比如几月几月它就是一个戳记 品项是一个戳记 然后你可能它的消费金额又是一个戳记 然后它的会员也说它浏览再有一个戳记 那你有这么多的这些记号 你把它再乘以有没有 C的数据不太好 C的急需急 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交叉之间的 它这个数据运算就变得很复杂 可以想象 对可以 那再变得很复杂的话 你就需要行销这种化工具 然后自动化生成标签 去帮你分析 分析好 你就可以得到一包一包的受众包 比如说你有两三万个粉丝 可是我们可以帮你分成可能是十几二十群 或三十几群 它可能是不同的tag跟受众 我就可以针对生物控的去做销售 那可能这些环保主题 可能我们就可以把那些环保的控给找出来 OK 原来是这样去下各式各样的标签 那里面你还可以再分 有一群人他可能是环保控 他只喜欢看文章不喜欢买东西 那有一些人他是喜欢 我喜欢看环保文章也会买东西 所以商品你可能优先推给他 就是只看文章或只看影片的那些 我们就不要逼他买东西 因为他就是没有要买东西 但是我们就找出那些真的有消费需求的 或者说有消费经历的 然后再推给他这样就好 所以ADTEC他两个可以结合的 你可以再回到说 我再去利用Meta或Google 来找出他们相似受众 相似受众意思就是说跟你长得很像 就是说这些人是喜欢看文章 又会用消费去证明他环保理念的人 那这一群人可能在Facebook或在Google 还会有很类似的一群人 那就透过他们的大数据 第三个大数据再去把它找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交叉运用的过程 这个ADTEC跟MARTEC 其实我们说他谁取代了谁吗 还是说其实他 其实没有 其实很像这个叫做人类的进化 他是无法断代的 就你不要断代去看 如果没有ADTEC的基础 你很难发展出MARTEC 我简单讲概念大家就知道 你以前如果没有投很多广告 你怎么会有很多会员跟订单资料 那你要怎么去分析 对 所以他不是一个断代史 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 曹永在做这个AI是会一个 比较有优势 就是说我们是慢慢的从 他广告累积很多数据 再把地方数据拿来做运用 那大家听到这边应该都知道了 其实范科学虽然我们 自诩为一家很重视科学的公司 但是其实我们用科学的这个部分 大部分是用在如何理解各式各样的科学议题 以及跟各领域的专家在沟通 有时候在经营自己的公司 跟经营自己的平台上 并没有那么科学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真正能够掌握科学方法 来提升经营绩效的团队来协助我们 那曹永一直是我们很密切的合作伙伴 那今天我就三个问题 想要来请教洛总 到底我们该怎么做 以及甚至其实更根本的问题是 该不该投资在这件事情上面 首先第一个就要来请教 Threats 其实英文的话应该是翻译成一串 什么东西 好像对话串的意思 但是因为谐音嘛 台湾人就是没有办法抗拒谐音梗 所以就叫做脆这样子 它其实是有一点像Twitter X这样子的 一个以文字为主的一个社群媒体 它感觉起来比Facebook的界面更单纯一点 然后又不像IG一样 就是那么的重视图像 所以老实说我也觉得很妙 就是说它突然在台湾异军突起 突然又红了起来 那可不可以先请洛总 首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怎么看待 由Meta 或是由Facebook推出的这个Threats 之前在一开始它并没有那么火爆 是慢慢它最近又在 用户说它只逐渐的爬升起来 那大家知道可能阅读过一些相关新闻媒体可以发现说 好像Service就是以前Twitter 现在X做对抗的一个新的产品 大家如果记得这个故事的话 一开始是因为Elon Musk 他买了X 或是说买了Twitter之后呢 就开始裁员嘛 然后中间又出了一些问题 做很多的过去的变革 Meta就觉得好像有机可乘 对比如说要收费才可以发Twitter啊什么的 就冒出一些新闻 像Meta Facebook这种就是它以实名制 然后以朋友圈 然后以熟悉的人际关系来去做处理的内容之外 它还是有一些像 类似以前Twitter这种概念 它是需要一些匿名的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匿名 没有到全匿名 没有像X Facebook一样侵略性那么高 就是说这个人是你的姑妈 这个人是你的爸爸 虽然它是从IG导流人在过去 你看大家大部分都它的账号 都不会直接写人名啊 对 那像你Facebook你就是一定 都是写自己的名称嘛 几乎要以实名制 所以你可能有一些逆称这样的概念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你有些逆称 你还可以发言上面可以尺度比较大 所以大家只能在上面发言的尺度 相对都蛮大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是以这个 我觉得第三个刚刚可能没有想到 就是第三个可能比较重要 就是说它是一个以兴趣为推波的 演算法的一个逻辑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一个文字版抖音 文字版抖音是什么意思 大家有说这个影音版的Facebook 没有叫文字版 文字版抖音就是说 它是以兴趣为主题 就是你看到说粉丝数很多到粉丝数很小 所有的兴趣它都会推给你 所以它很容易变成串串 就是说我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我就会看到一连串 那你也在里面发文跟风 所以它是一个以兴趣为标签 然后有一点比较匿名化 有时候会很乱录 因为其实我明明就没有follow这些人 可是可能因为我某些threat 某些串某些对话的时间比较久 或者说我有跟他有些互动 或者说按了爱心 于是他就给我更多这样的东西 对 真的很像抖音很像TikTok的 对像TikTok的演算 因为大家也是要针对TikTok作业打击 所以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它是文字版的一个抖音 就直接叫它文字版抖音 我这边很好理解 但这东西也不难理解 你就回想 我们以前在PTT不就是这样吗 现在说我们以前在PTT 可能已经 就是只有一定年纪的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 或是在DK 你会发现到 我可能会针对 也是一个兴趣 一个兴趣 对我是一个分类版 比如说我喜欢看房地产 喜欢看汽车 那有汽车版 有这一些 所以你会在同一个兴趣分类里文章 你会大量的阅读 然后再来就是 它是有一点匿名性质的 所以有些人比如说 像之前股票很好 大家股票版的时候 会把自己遮掉 然后写我是航海王 然后这股票 在长龙海运赚了多少钱 反正我匿名 你查不到我嘛 所以我赛股单 没什么问题 赛我的交易单 那没什么问题 像如果你是用实名字 用美台贴一张 大家明天就跟你要 请吃饭嘛 然后变航海王 是不是 对 就有困扰 可是如果你是匿名 完全没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 我赚了两亿 大家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可是老师说也不完全是匿名 不完全匿名 就是它是相对 你是可以追到 相对你一般路人而言 他其实很难知道你谁是谁 我完全同意 可是我觉得大家 就是有一种假象 就是说 明明他就不是完全匿名 可是大家却因为 好像有一点匿名的这种感觉 比较敢在threads上 发一些比较大尺度的 对话或是内容 比较敢一点 对 而且好像很多年轻朋友 特别甚至高中生 国中生 特别喜欢在threads上面 对啊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 这种兴趣型的 我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兴趣跟我相投 我都很容易去跟你去解释跟聊天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提threads 就是因为 大家知道嘛 范科学从13年前成立 一开始我们就是跟 这个Facebook共生 对 发了很多内容在Facebook上 然后Facebook因为当初流量很好 有流量红利 所以说我们范科学成长得还蛮快的 那我们算是比较晚投入YouTube的 但是过去两年半也很积极投入YouTube 那也因为YouTube流量也很好 然后我们也就成长得还蛮不错 那最近当然就看到threads就觉得说 那我们到底该不该投入threads 我很想请教洛总 因为其实投入threads 不管要不要投入 其实都是一个抉择 那对范科学来说 我们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公司 当然我们的使命就是希望能够把 科学传播的更好更远 那你觉得呢 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唐谷大家知道 有点年纪的人可能不太知道 所以有人在跳舞 这种事件的发生 所以如果你要进到threads的世界 你一样你必须要去参与那种文字版抖音的现象级事件 抖音上面或tiktok上面 就是人家跳这个舞 你也要去跳这个舞 对 那在这个文字版抖音 或者说就是threads上面 你也要跟着玩 对 大家会讨论一些议题 或讨论一些话题的时候 你就想办法去做跟进 所以像之前不是有阵子 大家那青鸟活动很热 那可能大家都说青鸟就是threads第一次发起了 类似这样的概念它相同的这些 兴趣受众标签等等 它会不断的给你同样的一支推波 就是这个东西突然在热点的时候 那个系统的演算法会不断的推同样的东西 对那如果说办科学觉得 我想要在这边也有我们角度 你可能要用科学角度去解析 比如说青鸟活动人潮到底怎么算 有很无聊吗 把照片拿来用AI去算到底人有相当有多 有有有 对对对 然后后来甚至还衍生了什么中华电信什么事情 类似的 但anyway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看 就是说你如果青鸟的议题你要怎么去切入 变我想办法要去趁流量 就变成是一个在现象级世界不得不做的事情 就会有很多现象级的事件发生 对那你参与它的讨论串 因为毕竟是threads嘛 所以重点是如果你有能串能力 会串能力 不断串着视角 那你进到那个流量 会相对受到流量池的一些红利 而你说你要平白发起相对是困难的 所以说它会像其他的社群媒体 或包括YouTube一样 就是说你应该要固定的发东西吗 你觉得在上面进行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是其实固定发 我觉得秤道流量比较重要 固定发有点像我们在做订阅制的时候 类似的概念 可是如果你每一次的创意都很新 你会发现每次都要讲糖糊 反正类似的影片 你会看到很久之前的影片 就同样你还看到三四次到五六次以上 所以你成功的挤入一个现象级的世界里面 会带来的红利跟好处 会远大 你每天很认真在做订阅制式的更新 不要当那种很勤劳的小编 然后每天在那边自己按照自己的排程去发内容 而是要看到那个现象级的事情 然后就去串 可是这样也蛮麻烦的 也就是说就算要去串这些现象级的事情 你也得一直关注 好像得要花不少时间挂在上面 所以这就会牵扯到 你可以应用一些 比如说我们像一些舆情的分析工具 或者说像有一些网络上讨论文章 一些分析工具 它可以带到跟你讲说 最近热门的词 热门的话题是哪一些 一个人很快可以找到它 你可以利用一些工具来帮助你去跟上 所有上面的一些兴趣标签的风潮 刚才归纳一下重点 这个Tran 说Threat或是Tray 其实它是文字版抖音的概念 它的演算法 是以兴趣为主的 那会有很多现象级的事件 那当现象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如果要掌握行销的话 就是积极的去串 那这样子的做法会比 每天很勤勤恳恳的在那边 固定发内容来的有效 因为它已经不像以前是那种 订阅式的讯息 我说事情都不是断代史的 比如说最早我们在订阅文章 叫用RSS 这个可能现在的 现在订阅Podcast很多还是用RSS 现在会知道麻辣烫的人 可能不太知道RSS 所以以前我们RSS订阅Podcast文章 按赞一个粉丝页 它是一个订阅式的一个概念 可是当像董营之后就破坏这种 所以你当按订阅可以 可是比较更重的是兴趣标签 对它完全就是看你过去的使用行为 然后你的兴趣是什么 不断的推给你 大大小小全部都推给你 所以你建议范科学应该要投入Threats吗 我觉得可以投入 但是要看你这种相机的乘流量的能力跟角度 那投入也不用太多 就不用像以前 你可能要花很大量制作费或干嘛 你反而是花很多时间去关注到底是哪一些议题 是容易被找到的 或者说你应该善用自己原本的优势 比如说发觉在YouTube影片里面讲半导体讲什么可能很多 有一天这些也有可能会变成热词 那你就可以重新在水位上想办法去找到秤流量的一些方法跟角度 就是说当这些我过去我们谈过的太空啊半导体啊 它有天会变成很热门的东西 热起来的时候我再去把我的东西温固自信 对比如说马斯克最近在卖星链嘛 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来去秤这个热度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角度可以去参与 但是你内涵越多的人参与 算机会会更高 这也是说为什么在轻疗活动之后 因为很多政治人物的水位他突然爆红了 爆红瞬间上是很多 那其实就同样感觉 因为他之前已经有一些对于这些兴趣内容的一些底蕴了 所以你可以拿到适当的时机来进来去做便携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对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理解 或者没有太多想法或inside的人 你可能很难撑流量 可是如果你有一些的话你就有办法 在这个兴趣很大量的被推播的同时 去把你自己的内容给放进去 感觉起来若总是建议我们还是要善用一下 Threads这个平台的特性 但是就是不用像说为串而串 就是说我为了某一个串 然后特别去制作内容 或是为了要因应它去特别制作内容 我觉得会有一点是说 你可以用自己累积的实力跟素材 然后选择对的议题去做切入 所以切角会胜于你去创造什么来的重要呢 切角胜过于为了它而特别制作什么东西 那你觉得Threads真的能够继续红下去吗 因为我们刚才也知道 Threads其实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当然大家就疯狂涌入 可是它又马上变成鬼城 一下子又没人用了 然后现在又反弹了 然后现在又回魂了这样子 但是它的回魂好像又 也不是很均匀 比如说台湾人使用的特别多 我们看到数据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据称这个活跃用户有1.75亿 可是分布的很不均匀这样子 那你觉得Threads真的能够长长久久的持续下去吗 或者说我们应该要认真看待这个平台 在社群媒体发展过程当中 它其实有一些区域性 它的一个使用习惯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LINE很难走出亚洲 它会有一个区域性的一个逻辑存在 所以我觉得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像台湾是这种匿名以兴趣为主的 以前我们都还停留在很早这些PTT 或是后来的低卡相对它在新的推波技术上 它没有那么样的先进 然后Twitter在台湾用户数也没有成长到一个饱和 所以只是有办法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 问题下很快的串升起来 因为它代表某种需求并没有被满足 你不可能20年用PPT 20年后我年轻人还在用PPT 所以就是这个市场的控制被钻到了 可是比如说它在可能Twitter很成熟的地方 用很多人的地方 它现在都要升起它的门槛会有一些受险 有我最近用Threads的感觉是有时候还蛮开心的 因为其实我关注的当然还是跟科学相关的比较多 然后的确Threads就推了很多 好像是科学家自己在经营的Threads账号 然后我就比较积极的在跟他们互动 我觉得说Threads上面有一些这种主题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但是的确还是抓不太到说 该不该去主动的发一些东西 或是蹭一些东西这样 毕竟经营这个社群媒体也蛮久了 有时候会觉得说今天好像又多了一个新的玩具 然后又被这些大公司逼着要去花时间 然后灌溉它 好像要当它的奴隶这样子 有时候又有一点真的有必要 我觉得应该就说 我们如果去看待我们的重效 就是你在秤流量同时是可以运用到过去 自己在YouTube上面的一些 反而把自己过去已经做了很优秀的内容 透过这个平台再帮我们推播一次 那你只是有一些切剿跟创意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但其实要讨论的议题跟内容的深度 其实范科学已经累积很久了 也是跟大家讲一下 范科学的确有threads 现在大概有四点多四万多的这个follow 不过的确就如若总所说 这threads上可能follow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数据 因为它是以兴趣为主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再来关注吧好不好 那接下来 比如说未来缺电或跳电这件事情 可能范科学很有角度可以跟大家说 因为范科学在能源相关的一类 积了很多的这些底蕴 那只是说在跳电缺电的时候 用什么角度去切入去秤这个流量 会变成是一个 就是说大家如果关心能源议题 然后不管是可能核能啊 或者说再生能源啊 电网的安全性这些事情 如果说有这些议题的话 毕竟我们过去都做过内容了嘛 而且还历久弥新 然后就可以切入这样 好聊完threads呢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洛总的第二个 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就是说变现 你也跟我一样 想学习怎么评估变现机会 怎么规划自媒体主题吗 更多潮往洛师傅的建议 请务必追踪洛师傅的行销学 也欢迎来填写资讯栏的问卷 得到更多的行销建议 我们下半集在洛师傅见